七歲小男童被醫生宣告腦死 在病床上插滿管子 靠呼吸器維生 讓家長心都碎了 臺中豐原這名男童二十一號 在校外道館上樓道課時 遭學長及教練連續重衰二十多次 男童幾次跪地 甚至大聲哀嚎 卻沒人理會 最後當場昏迷送醫 好好的孩子上樓道課 卻被摔成腦死 讓家長跟親屬都無法接受 怒控教練失職 臺中教育局表示 開班單位是臺中體育總會 樓道委員會 上課地點是在一間 國小帶館的體育館 但二三號來到樓道館門口 公布欄貼著暫停練習的公告 警方表示涉案男教練坦承 有多次摔男童 目前檢方已指揮偵辦 男教練偵訊後 依過失傷害罪險送辦 至於是否有其他學員涉案 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釐清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臺中報導